請各位一樣再新增一個module 我們先一樣按部就班 第一步先確定什麼 我們可以把Jason檔可以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分別的把它做切割 那怎麼做 首先我先demo給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抓的是這個 Jason 他長這樣子 所以我先第一步 我先確定什麼 我先把它抓下來 做切割 我先demo給各位看 反正抓下來結果一樣 就要跟剛剛CSV第一步抓的東西是一樣的 裡面包含什麼 包含就是它裡面的 比如哪一個站 然後在哪一個縣市 然後他PM2.5的現在數字多少 時間 然後單位等等的 那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我把它Ctrl加好了 不然這次太小了 OK 各位看一下哦 那你會發現 他的架構一定是外面是一個 中瓜湖 是一個串列 那裡面的話是一個字典 從哪裡呢 從這邊到這邊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你要第一步要先分析一下架構 然後呢 這個字典本身的話呢 一定是KeyValue Key Key的話呢 前面這個是 他的什麼呢 這個看起來好像他的 什麼欄位名稱吧 然後面的話就放什麼資料 這是Value Key 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每個Key 不過你會發現哦 Key哦 有沒有發現 一直在怎麼樣 重複 也就是說呢 這個Jason 我是覺得他這個格式有個缺點 就是哦 欄位的那個名稱 不斷重複 其實也蠻浪費空間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都是Key嘛 這個 也就是說前面Key 你可以把它當成欄位名稱 所以 將來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不需要抓到Key的資料 我們其實只要抓到什麼 後面的Value資料 那個Value資料呢 其實就等同是一筆Record裡面的東西 一筆記錄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 把那個後面的Value抓到 並且做切割 這樣就可以 符合我們要的結果了 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接下來要怎麼做 第一步 好 那大概知道一下這個架構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 我們知道說它是UTL8 所以剛剛一樣 這個是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網址貼過來 所以一樣複製 後面你會發現 其實這差別好像就在 後面那個Format Format等於Jackson 它前面好像Format 本來等於CSV吧 那接下來的話呢 encodingUTL8 這個沒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下來 不過特別注意哦 前面的話 假設到這裡 這個我先注意這樣 我們組行來看 如果我現在把它print出來的話 理論上它會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網路上面剛剛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會幫我列印出來 我可以看一下 就這一些 執行 不過它有時候會比較慢一點點 然後幫我把那個資料給print出來 看到結果的話 就一定會是中瓜糊 裡面很多放的 很多很多的字典在裡面 OK 有了 OK 就這一串 其實就是跟剛剛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只是說它沒有幫我斷行而已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去斷行 首先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哦 這個地方哦 我用那個 這樣的方式來講解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些 這個地方的話呢 因為呢 我現在裡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所以特別注意哦 它本身呢 一定會有前面的雙引號 跟後面的雙引號 那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哦 那個EVO這個函數哦 它有個特性哦 實際上我看官方的說法 它是什麼 把那個雙引號這個符號有沒有 字串符號有沒有 把它去掉 所以如果把它去掉的話 它裡面剛好就中瓜糊 開頭中瓜糊結束 那也就是說 丟過來的東西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一 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 用什麼呢 這個EVO有沒有 把這個字串哦 放過來 那這樣的話 它就沒有外面的雙引號 放進來 剛剛好 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 為了要確定 這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 print type一下 確定一下 因為我們如果假設不確定的話 那你可以 type它一下 就是 List1裡面到底是什麼形態 如果 還是字串 那就不ok 如果它是List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當List 來做一些事情 那把它執行的話 這時候的話 它class是Type 是List 有沒有 所以你會拍EVO 不是說只能轉什麼 轉那個 這個數字 它還可以轉什麼 轉List 其實 到底講起來 就把外面的東西 那個字串符號拿掉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從網路上抓起來的東西 假如說它裡面 是放的是大瓜糊的話 那去掉 回來就是字典 OK 這個概念應該有吧 OK 所以它實際上 因為我後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EVO這樣會 會丟回來四個串列 原來看官方的說明 它的用途實際上就是 把字串符號取消掉而已 那就恢復它原來的形態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把它當串列來使用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什麼 跑一個 for回圈 不過我這邊用for each的方式 每一個 在這個串列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什麼呢 每一個 這個變數的話 我取名叫DIC 意思是說 在這個串列 裡面的每一個 這個東西 那我給它一個變數名稱 叫做DIC 那也說它會先什麼 把一個先放進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全部為止 OK 那做什麼呢 其實我主要是要 它這個裡面的key我不要 因為這個欄位名稱 我主要是後面東西 後面名稱 後面的東西叫values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用 再添加一個list2 然後呢 把這個DICT字典裡面的values 幫我抓回來 這個我記得好像前面 我們在字典的那個單元裡面 有提到 有沒有 點value 那你點key的話 就抓前面東西 可是點key我不要 我要點value 如果你要再把它丟到串列 記得外面再包一個list 把它轉型一下 OK這樣的話呢 它就丟到list2 最後我們把這個list2把它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就會剛好 是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 它會是一個一個的串列出現 有沒有就講這樣 那這個不就跟剛剛 那個什麼呢 CSV看到的結果 所以看到這個之後的話 那後面其實動作都一樣 我們就可以 再把資料庫部分的東西加上去 所以其實 後面的部分 甚至你可以拿剛剛這個CSV 前面的部分也是一樣 把它call過去 後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好像也差不多 這樣的話 Jason的資料 就可以全部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Jason的這個格式 從網路上撈下來 裡面可能會最比較的問題 就是那個evil evil裡面放了自串 它會把外面的自串符號拿掉 讓它恢復成串列 再來的話 再把它裡面的每一個字典 逐一取出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for dicin 再把這個字串 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都幫我一個一個抓過來 做什麼呢 取得它裡面的value就可以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 可以再把它 稍微再加一下 資料庫 怎麼把它再串到 再把資料放到資料庫裡面去